Layu聊世紀 天梯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寶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F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10點鐘方向的朝鮮人 朝鮮人的特色是他挖四盒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劍塔能夠自動升級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玩塔工的玩家們 朝鮮是一個非常適合入門的文明 而且後期也可以點下一層技術 可以讓劍塔射程變得更遠 那朝鮮人他擁有免費的工兵鎧甲之外 還擁有這個全部的入定單位的木材消耗減免 所以不管你要出槍兵或是戰毛兵 或是一般的工兵單位都會有減免費用 那朝鮮人他的這個能力比較可惜的是 工程器是吃不到的 因為他的工程器投石車的部分點下金罐 還可以讓他的射程再多一點 這也是射程最遠的工程器文明 這個投石車的文明 好這樣講才對 那來看一下MBL 這邊選擇的文明是選擇了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馬盾技術 他可以讓他的騎兵的攻擊速度變成遊戲面 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這個能力非常可怕 可以想像日本武士套用在騎兵身上 這個傷害則非常可觀 那保加利亞人比較可惜的部分是工兵沒有辦法升級 封建時代工兵不能按太多 那保加利亞人的中後期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重裝馬攻路線 有這個拇指環剛才顯得戰術 而且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後期雖然有雙手劍兵 但是沒有劍勇 因為他的劍兵性會自動升級 那後期也可以考慮點下血液科技 增加這個近戰防護力 民兵性的防護力 那整體來說 保加利亞人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這個兵工廠的科技 全部的食物都是半價的 所以在前期 要盡可能去點這個一攻一防 去跟對方換這個科技 才可以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而且他後期的工程器 單位的升級呢 也是半價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重型投死車 食物只要725 但是黃金一樣是要1000塊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MBL這邊地圖 還算是ok 用一塊黃金在後方 主金在左邊 在這裡 這裡能夠圍石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待會就只要守這個地方就行了 正體來說問題不太大 而且後面還有塊石頭 沒問題沒問題 那接下來看一下天才少年 這邊左邊有一塊黃金 後面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只有主金位置比較糟糕 後面這兩塊附近的位置 還能接受 而且果子也在後面 還可以 最大的問題就是 非常難圍石 如果這裡要圍石的話 勢必要把中間這個大空地 全部圍起來才行 那通常遇到這個情況 直接選什麼都會選得小 這邊可能圍起來 然後這邊圍一下 這裡圍起來一下 後面這裡呢 再稍微圍一下就行了 這裡可能直接圍到底啊 或者這邊圍一下 圍一下圍到底 這裡圍到底也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守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好 那不知道兩邊會怎麼圍 這個只是我個人的猜測 現在來看一下朝鮮人 前面補了一個射箭場 走一個工兵開局 免費的工兵開一下 還是挺舒服的 好 那MBL這邊是選擇了馬舟開局 馬舟開局 對於寶甲莉亞非常不錯 因為一攻一防 可以更早點下 這裡大葵農田 欸一級 一級伐木沒有點 MBL 他是不是忘了 完蛋 這個開局 又是忘了這個 就吐了 好水沒忘 好一農一木馬上點下 好 好點完之後 開始灑農田喔 灑一些農田之後 再點冰工廠 會更好 欸結果這邊是先點了一個射箭場 好 MBL這邊的想法是 要用肉馬進攻 OK 抓掉一隻村民了 用肉馬進攻 然後用射箭場 毛兵防守 這個打法很明確 唉唷 少年又戳掉了一隻阿 好 MBL這邊要小心 現在只剩下一隻肉馬 影響力沒有那麼的大 通常不能再送掉這隻肉馬 好 好 這裡現在要進入防守模式囉 毛兵趕快補 現在右邊來不及為好 左邊已經溜了進來 MBL這隻肉馬給不到壓力 對手已經大軍壓盡了 這裡沒有打算尾嗎 欸 沒有打算尾 好 看一下MBL怎麼防守這一波 好 這隻殘血村民會被砍死 西村拿下 漂亮了 現在是1比1的戰績 好 殘血肉馬解決 冰工廠 趕快點 這裡要點冰工廠了 再不補冰工廠 要怎麼打 不在後面嗎 OK 趕快補 保加利亞人這邊要趕快補喔 科技食物半價的優惠 點個一級色只要50食物 一隻村民的價格 防護力也是 早點補 早點有優惠阿 那朝鮮人這邊則是一公一房都有了 這個投資完全不同 人家投資一級房是很乾脆的 好 毛兵解決掉 好 那這樣肉馬就可以考慮先上了 肉馬上 毛兵輸出就可以更穩定一些 好 剩下一隻工兵阿 好 工兵還在秀 還在秀 好 只要保護好肉馬 就沒問題 肉馬解決 剩下的毛兵 MBL這波守得不錯 一公一房都點下了 好 一公一房點下只需要 100食物跟50黃金而已 MBL這邊沒有看到底嗎 好 毛兵過來看到底 終於看到了 不然他這邊是想要直接圍到下面去是不是 這個圍到下面的支援消耗量就很可怕了 好 那這裡 也終於要圍死 好 朝鮮人決定是把這裡家裡往下圍而已 並沒有這裡圍到點 畢竟這個圍的範圍實在是太大了 那果不其然右邊是一個開放的區域 可以讓對手進來 但是 待會到中後期阿 還是可以考慮插劍塔做防守 畢竟朝鮮人的劍塔可以自動升級 好 MBL 現在 並沒有打算 要繼續進攻 北深時代 那朝鮮人目前攻兵 還在繼續爆 而且轉出了雙射箭場 而且沒有挖石頭 所以這就意味著打寶兵 馬戰車的機率是稍微小一點 好 這裡又一坨毛兵過來 互換一下 先點掉攻兵 好 攻兵點得不錯 點了奴兵 好 無了投車在前線 那由於MBL這邊打戰毛的關係 所以也有可能有一部分 讓朝鮮覺得先不要打馬戰車 畢竟馬戰車也很怕戰毛兵喔 好 但是其實打馬戰車跟打攻兵是一樣的道理 都是攻兵單位 好 但只要出投石車的話 馬戰車配投車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MBL這邊 還是要先開農會比較好 人家打進攻 欸 結果這邊補了一個銀壘 這邊是直接買上的嗎 沒有挖石頭 買出了一個銀壘 PC並沒有開下 好 最初毛病在後面 現在兩邊都是你看我我看你 好 這個TC在這裡 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這裡待會也可以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但目前朝鮮人沒有開始挖石頭 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個比較可惜的一個部分 最近劍塔能夠自動升息 如果能搭配一些塔弓 去控制MBL這邊的劍塔或黃金 會是更好 但是要留到後面的話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MBL這邊攔截攻兵 攔截得很漂亮 三隻攻兵打倒 這裡的戰貓兵直接走進來 但是被少年給眷養 直接吃了所有的城鎮中心的傷害 直接吃好吃滿 慢慢射掉 好 這一波MBL算是有點小虧吧 但是沒辦法 被眷養就只能 等死了 好 那現在朝鮮人也成功的把這個建築物拆掉之後 開始進攻城鎮中心 MBL這個城鎮中心我覺得有點超之過激了 這個TC不太應該蓋在前面了 你都已經知道對方是投車開局了 那這邊 哎唷 保加利亞騎兵過來 撿得掉嗎 應該可以 一 瞬間 撈掉 好 我們繼續講 這一波應該可以全吃 保加利亞騎兵3其實很高 好 繼續追 繼續追 我們有毛病趕快跟過來 那為什麼不應該蓋前面了 最主要是因為前面蓋下去的話 投車是很好打的 不管他是要從這邊拆的話 或是左這邊拆 都是有優勢的 但還好MBL這邊是投資了非常多的保加利亞騎兵 所以才有辦法擋住這一波的投車攻勢 那朝鮮這邊最大的失策 就是沒有轉前線生旅 只轉了投石車 卻沒有轉生旅 打馬國沒有轉生旅是一個一大殊師啊 為什麼生頭這麼厲害 就是有這個生旅可以招搶保加利亞騎兵 就會很好用 好 那這一波MBL大爆兵 雖然村民落後 但是現在軍事已經反轉了 可以打贏現在少女的兵力 那如果剛剛要開TC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直接開在牧區 或是這個手區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 開在前面的風險其實有點大 如果是我們一般玩家的話 現在這個TC應該早就沒了 那還好MBL這邊對應方式很快啊 好 朝鮮人點一下手推車 兩邊應該會進入開農狀態 因為現在朝鮮喔 已經損失了前線部隊 部隊要重新聚集起來也不容易 畢竟自己也開了TC 這段時間大約會5分鐘的開農期喔 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那MBL這邊也補下TC 所以意味著爆兵期應該是稍微結束 好 待會先農下 才會再繼續進攻了 好 朝鮮這邊開始轉出防護箭塔 開始防守了 邊防守邊控圖 這根防護箭塔建好 又來一根連環塔 OK 那可以保住這塊石礦 只要石頭不被MBL挖走 那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畢竟人家的銀壘也是一個很麻煩的建築物 好 現在趕快把自己家裡當香爐插爆 會比較好 現在防守來說 朝鮮人有明顯的機動性布置的問題 正面來說 投車配弓兵這個組合 也是有點吃力 要是MBL有這個心要直接硬抽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把這座兵給打掉 但是現在有防護箭塔在 MBL應該不會硬上 好 投車砸一發 再往前走 想要砸村民 但是保夾利亞奇避往前 好 剁掉了一發 投車傷害之後 保夾利亞奇避走 沒有先打投石車 MBL這波操作是不是有點瑕疵 但是沒問題 還是成功的把兩台投車拿下 而且同時靠掉了非常多的工兵 好 MBL算是還行 這個雖然還是被投車砸到了一發 這個戰毛兵的血量掉的有點多 好 現在這個銀壘 有點微妙 射不到人家的防禦箭塔 要是能射得到的話 就比較好一點 好 現在點下了跟蹤技術 現在剛剛沒點了 跑得這麼慢 OK 這裡 哇 抓了好多村 而且保夾利亞奇避一開始傷害就12點了 即使不點這個一攻 打村民也只需要4下 很痛很痛 保夾利亞奇避的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好 這裡直接拉村民過來手撕 但是手撕完一隻 你還要再手撕第二次 人家會下馬繼續尻你頭的 完蛋了完蛋了 村民趕快走才對 哇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朝鮮這個搭配組合最大的問題就是 防禦機動性不夠啊 人家是保夾利亞奇兵 家裡要插先箭塔 才會比較好防守 但是現在家裡並沒有插箭塔 好 這裡保夾利亞人 轉出了衝車 開始要來拆除防禦箭塔 但是朝鮮已經順利地點下了帝王時代 MBL想要趁這一波攻勢打殘少年 感覺是有機會的喔 村民樹已經差距打出來了 差了15村 好 這兩隻村民 要不是兩台衝車 要小心 村民會手撕衝車 MBL沒有腦衝 選擇拉回 好 這裡拉更多村民往前 這裡是要蓋堡的意思 本來想要蓋這個高地 但是這裡的戰寶兵太多了 還是要蓋這個位置就好 蓋這個位置 反制一下營壘 但是保夾利亞奇兵 看到說明不是往前 反正只有弓兵 弓兵打保夾利亞奇兵 還是有點吃力阿 現在數量不夠多 弓兵反制奇兵的效率太差 好 好 後面又補下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經濟繼續開農起來 但是朝鮮定用時代馬上就要好了 MBL已經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臭民差距來到了25村 哇 MBL擊殺28隻的村民阿 好 這一波打完之後 朝鮮決定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這一波又來 MBL 繼續用保夾利亞奇兵爭取時間 弓兵就要回救了嗎 一直回救就不能騷擾 沒有辦法騷擾 只能一位防守 哇 哇 哇 這一波城堡蓋這個位置 有點賭命阿 好 電用時代已到 大型電塔也自動升級好了 那投石車沒有趕快砸衝車嗎 砸了一發就被保夾利亞奇兵給打掉 第二台投石車要趕快把衝車給解決掉 好 結果衝車來了 頂到巨型投石機 回頭砸一發 死前解掉 好 衝車全搞定 兩隻保夾利亞奇兵 最後是沒有拆掉巨型投石機 但是後面的保夾利亞奇兵好像被弓兵給解掉了 現在少年有點難受 80吋打121吋 NBL點一下二級農田帝王時代 目前化學 強弩也點了 好 塗一個挖金 走推車 現在巨型投石機 可以慢慢拆掉這邊的圍劍 NBL努力的在修理營壘 爭取一些時間 超限這邊要打贏保夾利亞奇兵的話 還是得靠槍兵的路線才有可能解的掉 但是只打槍兵的話 保夾利亞人 NBL他的保夾利亞奇兵下馬版本 就可以打爆槍兵 所以這個保夾利亞奇兵是一個很難解乾淨的單位 好 這裡點下馬盾技術 待會就可以使用攻速加成的奇兵了 好 中間補了兩根大型箭塔 好 終於想到要用箭塔防守家裡了 一直被弄 終於受不了了 趕快補箭塔才是正解 那現在超限人三級射也有了 射程也來到最高了嗎 銀罐好像還沒有點喔 對 銀罐還沒有點 一層技術先補一下 喔 來了 NBL這一坨 奇兵從進來 三級馬卡已經好了 遠防置五點 大石器塔是8加4 這個科系還沒有點喔 劍俠槽 所以劍塔傷害還沒有到最高 好 好 到處再劍劍塔啦 超險終於劍齊的劍塔防守 巨型投機跟槍兵火炮 好 不是槍兵 火炮配弓兵 好 這一坨村民被追殺當中 超限家裡沒有槍兵 只有大型劍塔 防守還是有點吃力 現在家裡一片荒蕪 村民被擊殺快要來到了50隻 保加利亞人打得太舒服了 跟自家的銀壘也被拆掉了三根 哇 中間這裡大部分地區都被拿下 NBL後面要趕快重新撒起農田才行 而且銀壘變少了 也意味著自己的保加利亞騎兵的產能也變少 好 現在村民處 98村對129村 村爬去30喔 好 目前看來朝鮮還是有機會 可以把NBL平推 已經瀕臨城下了 NBL轉出了更多的射箭場 應該是要轉一些戰矛擋一下 哇 這些田藥師一直被控住 NBL也不太好受 這個鏡射孔趕快補吧 劍俠朝點了 風擊率會變成8加7 不能再多 好 這裡一步要衝了 保加利亞騎兵上前 開始追著火炮 後面的戰毛兵緊追在後 戰毛兵想要過來攔緊一下 這些村民趕快往後 打破這個木牆再補一個房子 堵住 這一坨兵直接吃光 NBL這個房子蓋得漂亮了 NICE 哇 這一坨光兵全吃 好 這一波全吃之後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 那家裡的保加利亞騎兵 終於數量只剩下兩三隻 殺到的時間也算是夠久了 好 那現在正面的強奴全死光 朝鮮要打贏這個戰毛配保加利亞騎兵 終究還是得靠槍兵阿 槍兵要不要趕快補呢 我覺得還是要轉槍兵的 好 鏡射孔點下 不然就是講個馬彈車如何 轉馬彈車 配戰毛 配頭車 但這個黃金消耗會有點兇就是了 好 NBL 成功鎖住了正面的農田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變下了保加利亞騎兵 好 那為什麼這裡是補城堡 好 很有可能NBL是想要用巨型頭死機 打陣地戰 慢慢推進的一個路線 基本上來說 他可以直接轉大衝車也沒什麼問題的 而且大衝車升級只要500肉 其實很划算的 而且對於弓兵來說也有很好的效果 好 但沒有關係 NBL這邊點下了精銳升級之後 終於來到了18點的傷害 OK 保加利亞騎兵跟遊俠差了40點的血量 但是傷害有兩條命啊 而且還有這個攻速加成 所以跟一般的遊俠打 他也不會太劣勢 甚至是可以敲得以遊俠的 印象中是打得以遊俠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保加利亞騎兵 這邊是不是 能打出自己更多的優勢出來 好 但是現在劍塔已經是零死角可以射擊 近射孔也有了 好 什麼彩條彩奴炮 NBL在左邊補下了4個馬臼 又有新動作了 上方的兩隻保加利亞騎兵 打完之後在這邊發呆 超險人這邊補下槍兵升級 好 終於想起自己有槍兵這個單位 好 NBL補下了裝甲衝車 看來還是要轉大衝車開頂了嗎 那這個城堡 我們的意義就不太確定 可能也是比較堅固而已 好 大衝車補下 要用衝車開頂了 好 朝鮮的經濟也來到了170村 大槍兵 護兵科技慢慢點上 好 但這些劍塔雖然實在太多 保加利亞騎兵進去就一直被poke 血量都很殘 好 這裡看到城堡 巨頭趕快架起來 兩台火炮直接攻城吧 好 保加利亞騎兵加肉馬 過來了 後面又有幾隻 這邊要上了吧 感覺有點太早了 有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 後面的臭兵想要補一下 城門 但是來不及到前線 裂波保加利亞騎兵摸到了後方的火炮 火炮全部倒地 攻兵部分也全部死光 馬凳技術讓這些騎兵攻擊速度實在太快 瞬間秒殺了 朝鮮人所有的單位 哇 只剩下大石劍塔能夠守住了 OK 而且保加利亞人還擁有大落馬的升級 所以待會馬凳技術就要瘋狂爆砍了 太狠了 MBL 大衝車也來了 頂起來了 好 四台衝車 開始往前 攻速攻城10點下 高速攻城啟動 後面 戰毛兵往前 頂掉槍兵 強奴 所有戰毛 就能打你強奴配槍兵的路線 但是你不抽槍兵 保加利亞騎兵又很難受 OK 這個轉兵來說 MBL打得還是很漂亮 但城堡快要把這些戰毛兵全部解掉 但衝車已經頂掉了這根城堡 MBL正面開始繼續補下了更多的騎兵往前走 或者是大落馬 好 槍兵的步兵鎧甲趕快點下 衝車戰時無解 好 這邊大落馬跟保加利亞騎兵抓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好 槍兵終於有機會有空間輸出 戰毛兵解決 各位可以順利的戳到大衝車 左邊這邊也有一波交戰 大衝車跟落馬一直慢慢往前 有槍兵之後這些落馬就被克制住的有點嚴重啊 好 MBL 黃金其實也不夠了 保加利亞這邊要再尋找 好 戰毛兵配落馬路線會更好 要把所有的黃金留給大衝車嗎 好 側面的這兩個劍塔 也要找個機會點掉才行啊 不然一直在控這個黃金是很難受的 好 左側的位置 落馬繼續出 但是超限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結果這兩根劍塔不用拆 欸 還讓了一個附金就打贏了對手啊 MBL這一波保加利亞人玩得十分漂亮 雖然時代上輸了對手 但是智能量明顯贏過了非常多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MBL拿下支援上勝利 十五贏的一萬一啊 黃金雖然只是贏了一點點 剩餘也只有兩個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